第八十九集 学校食堂的一个简陋的舞会 是他先招惹的我 可他那个时候有陶云 他又是学校里的红人 没女生不喜欢他 我不敢动那个心思 可是 又是他招惹的我 接送我回家 和我父亲保证会照顾我一辈子 可结果呢 他从结婚对我冷漠到现在 我以为那是他的性格 我容忍他 等着他 这是天大的讽刺 他一直在骗我 原来 他爱起来比谁都疯 比谁都没良心 陆南说话的时候 即使是说到伤心之处 也不会有一滴眼泪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他的伤痛我理解 可他伤痛后的所作所为 让我寒彻心扉 我看着他 痛惜地说道 对于紫月曾经娶过你 我真为他痛心 为他不值 这是我 说过的最刻薄的一句话 却是对这个我一直心还愧疚的女人说的 对他因此地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我忽然对自己以前的愧疚觉得不值得 我的这句话更惹怒了他 他紧紧盯着我道 他不值 好啊 那我就让他在监牢里去过他值得的日子 这句话 又把我扯得好痛 我忽然提高了嗓门 你的委屈 你的痛苦 难道就让你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都做得那么心安理得吗 就算紫月背弃了你 你难道就不能放手去找你的幸福吗 为什么非要绑在这里通他遇事俱焚 陆南听到我的话 脸色顿时变得清白 他随手把旁边的书冲我扔了过来 我凑过身子一朵 书没砸到我身上 陆南气急摇晃着站起来 往前走了几步 瞪着我一字一字道 找我的幸福 谁给我幸福 你说 当我看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往前走的时候 我全身所有的血液都凝固了 我听到了自己心碎裂开的声音 一刹那 所有对他的怨怼 对他的愤恨 全都变得浅淡 我捂住了自己的嘴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几个淘气的男生 会把请他跳舞 当作打赌的赌注 为什么紫月带他跳一支舞 能让他刻骨难忘 为什么他的父亲 在听到紫月愿意照顾他一辈子的誓言 就把女儿交给他 为什么他会允许 他会允许紫月找无数的女人 为什么他从不陪同紫月出席任何场合 为什么他不去参加小游的钢琴比赛 为什么紫月对他那么愧疚 为什么紫月要净身出户 为什么他宁愿做寡妇也不能做弃妇 他对紫月的背弃那么愤恨 他的脚不良于行 虽然不是很严重 但是对于他那般骄傲自尊的人 已经是致命的缺憾 语言顿时成了苍白的东西 我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一阵凉风吹来 满室的清寒 偌大的屋子卷着戚风 道不尽的背窍 我没有资格和他争 但凡我有一点良心 我没有办法和他争 我愣在了原地 满心凄处 不知道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 我想哭又想笑 这个世界 造人出来是为了上演一幕幕的繁华碑歌吗 为什么要生生的把爱别离恨无奈 投射到每个人的心上 半天 我几乎泣血般吐出三个字 对不起 陆南像被抽空般的缓缓说着 对不起 你逼得我把所有的自尊都丢了 跟我说对不起 沉默了许久 我终于使出全身力气 拼出一句 我答应你 我离开冯紫月 只要你救救他 眼泪 眼泪早已满脸 心像被撕碎一般痛 要我怎么忍着对卢南的残忍 怎么忍着对紫月身体的担忧 去执着地坚持那份浮华的爱 跪下来求我 卢南冷冷看着我 声音有种居高临下的快感 我愣住了 这么大有侮辱性的要求 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看我愣着 卢南轻哼了一声 那人在西郊喝咖啡 白平把别墅卖了 准备逃到国外 还没到机场就被领回来了 至于冯紫月 卢南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的声音让我一个机灵 空洞的内心 像看到了声的光明 哪怕只是一线 他真的有路子 他知道的 我用力咬着嘴唇 缓缓地跪了下去 这算委屈吗 如果是为了救他 这不算什么 我定定问他 紫月还好吗 看我真的跪下 卢南争住了 扯了扯嘴角 看了我很久 淡淡说了句 他还好 还想说什么 最终动了动嘴 没有开口 只是转过身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艰难地往里屋走去 看着他行走不变的背影 对他的怨怒 对他的愤恨 不知为何 都化成了心酸的眼泪 紫月大哥的电话 还没谈完吗 没有 我缓缓说着 跪吧 我欠他的 如果跪能让他心里痛快 也能让我释然 他可能会帮 我要和他谈很久 您先找个地方休息吧 还要多久 我也说不好 好吧 那你谈好了 给我打电话 我先找个地方休息 紫月大哥挂了电话 十二月的天 果然很冷 大理石地板的凉意 透过衣服 丝丝地渗了进来 跪了一个多小时 这么冷的冬天 我的额头开始冒冷汗 膝盖开始麻木 身子一裂 跌在了一旁 忽然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 从身后传来 我扭头一看 小悠在兰姨的陪同下 正走了进来 兰姨还在叮嘱着 下次同学生日 你早点出来 这么晚 看到跪在客厅的我 两个人都是一浪 你在干嘛 小悠的眼睛里 冰冷粪粪 却还有丝隐隐的恐惧 一个大人 活生生地跪在这里 吓到了这个孩子吧 做一件应该做的事 我欺然笑了笑 细细打亮着 这个酷似紫月的孩子 她的脸色 还是没有红润起来 个子都好像窜了一点 我真想摸摸她白皙的小脸庞 看着她 想到紫月 眼睛不觉 有些发直地看着小悠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小说 你是我不能说的秘密 蓝衣拖着小悠往里走着 快回屋准备洗洗睡 小孩子别管这么多 小悠嘴撇了撇 看了看我 随着蓝衣走上楼去 我继续在屋里跪着 我有多大的罪过 我不知道 我一直不想伤害任何人 可最后 把每个人都伤得体无完肤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难道就是因为 是个错误的开始 才导致了越走越挫毛 我不知道跪了多久 头开始发晕 四周寂静的 只听到风鸣的声音 我摊在地上 手撑着地 有些支持不住 这座楼静的 像一座荒宅古墓 阴阴寒意 我几乎喘息不上 这个夜 真的好难熬 我数着风声 一点点的熬到天边的萌萌 渐渐发白 绿绿出阳 一丝丝的阳光 照得我的心 缓和了些 楼里逐渐有了动静 最早听到的是 小悠的钢琴声 叮叮咚咚咚 像是国外的曲风 过了一会儿 几句熟悉的调子 从从而过 我的心悠得疼了起来 春江花月夜 往事像画针般闪过脑海 左侍金飞 我的心痛得厉害 过了一会儿 卢南从屋里出来 我还在地上摊着 他看了我一会儿 声音频频道 起来吧 紫月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看着他 忍不住问着 不知道 我也要去找人 卢南有些不难烦 他会去找人 我终于常常 舒了一口气 试着站起来 却又跌了下去 脚椅下 早麻的没了知觉 我用力扶着旁边的沙发 把自己撑起来 跌坐在沙发上 缓缓揉着膝盖和腿 才慢慢恢复了些知觉 卢南看了看我 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声音变得缓和了许多 不知对方说着什么 他的表情渐渐有些沉重 最后叹口气 那我去找王叔叔 挂了电话 他看着我说道 过户给白平的别墅 捡的来源能做点文章 不过得去求个人 我紧张地看着他 不知他接下来要怎么做 隐隐感觉到 他要求的这个人 应该能帮上忙 我很少求人 卢南看着我 声音冰冷 他还要提什么要求 风紫月给你的那些财产 你交出来 我就马上去求 财产 我一愣 紫月是给了我一把钥匙 可里面是什么 我根本没来得及去看 舍不得了 卢南的面孔变得阴满 你也就是表面假惺惺做功夫 说起钱就装傻冲漏 你就这么爱风紫月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 我解释得有些无力 那我告诉你 卢南冷笑着 怀柔的别墅 市里的房子 风紫月还真怕你饿死 市里的房子租出去 你养别墅和吃饭的钱 都绰绰有余了 一辆车 存款 还有 卢南越说 恨意越足 盯着我笑得阴森 一块墓地 听到墓地的时候 我捂住了嘴 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 紫月呀 你对我的爱 早已超出了我的想象 钱是他赚的没错 但谁让我是他夫人呢 这些东西 他凭什么自己想送就送了 卢南看着我 一字字说得清晰 吃了我的 你得吐出来 我才能救你的心上人 对不对 好 我答应 都给你 我毫不犹豫地说着 这些东西 我受之有愧 可况为了救紫月 这些代价还算代价吗 只是啊 能不能先救紫月 我心急如焚 不能 他回答得很干脆 也很坚决 我纵然焦急紫月的安慰 却也毫无他法 给紫月大哥打了电话 卢南带着小幽兰姨 还有一个据说是他朋友的 三十多岁的男人 一起到了北京 我打开紫月银行的保险箱 看着两本房产证 银行卡和车钥匙的时候 心里白干交集 卢南却是眼里几乎冒火 他很快地翻了两下房产证 摔到他朋友手里 冷售 赶紧办手续 剩下的一本墓地的合同 卢南扔到我手里 这个留给你 也算对得起你了 是的 我最想要的也是这个 起码我死后 也不会无葬身之地 魂无所依 我小心翼翼把合同 收到包里 所有的房产 卢南统统过户 到了小幽名乡 车低价卖了 把钱也打到了小幽的账户 办手续 都是那个男的 在跑前跑后 他笑得玩味 火刀看看 冯紫月怎么好意思 把这些东西 从他女儿手里要回来 看着财产一点点 从自己手里划走 我竟然没有一点感觉 这些东西 当我知道属于我的时候 已经不属于我了 没有得到 就无所谓失去吧 只是心拙得厉害 中间办手续 反反复复跑了几个部门 一直折腾了三天 才把所有的手续办完 一天一天过去的时间 才是让我追心般的 焦急痛苦 第四天一早 当最后到办证大厅 把两本写着小幽名字的 房产证取出来的时候 卢南的表情 终于微微松弛了些 看着我 声音平静地说了句 还真有不为钱的 我们现在能去了吗 我只关心 能不能去旧紫月 卢南没有言语点点头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我不说话 我焦急问他 怕我赖账 卢南冷笑 那你就跟着 我怕什么 车没多久 就行到了一片胡同区 魂魂拐着绕到其中一家 我心里一惊 原来这里真的有人住啊 我以前一直以为 是旅游景点呢 停下车 在门口打了个电话 才将我们放行进去 我跟着卢南走了进去 刚进了第一禁院子 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迎了出来 卢南的表情柔和了些 看着那人问道 王叔呢 后院四十多花草呢 你等等吧 阿姨表情很和蔼 随口和卢南聊了两句 把我们让进去 坐在屋里 足足等了快一个小时 卢南只是定定坐着 也不看我 我倒有些焦躁 不时看着屋啊 既期盼着能人能快点来 又期盼着能帮上忙 终于听到外头有些动静 我站起来往门外看去 一个面容轻取的银发老者 正精神绝朔地走了进来 步子十分有力 卢南也晃着站起来 看着老者进来 恭敬地喊了声 王叔 南啊 很久不见你了 老者呵呵笑着 抬手示意他坐下 自己也坐到了正坐上 又看看我 亲切地问着卢南 你朋友啊 卢南脸色一僵 有些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和老者随意聊起了一些 我没听过的人和事 偶尔有几个名字 我只在电视和网络上听过 他们却像聊着 普通朋友似的随意提起 我的心随着一惊一惊 却对救出紫月的希望 也渐渐增加 我的目光 阴切起来 来回聊了快半个小时 老者洞察一切地笑笑 娜娜 说说你来看我的原因吧 不是有什么事 你可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卢南笑了笑 把紫月的事情 向老者叙说了一遍 老者越听 眉头皱得越紧 第九十集 老者目光深邃地看着卢南 把手中的茶盏 往桌上猛地一放 咯噔 我的心狠狠一旧 卢南也是脸色一变 老者微微叹息着 娜娜 我没见过你的丈夫 但我一直以为 你父亲的眼光 是不会错的 卢南倒没怎样 我脸红了 老者看着卢南 面色几分痛心 我这辈子 就是给国家 清除这些蛛虫的 每次看着这些人 我都想斩草除根 清个干干净净 拿着老百姓的钱 可问问他们 给老百姓干过什么事 不清理他们 对得起谁 可老了老了 你让我给蛛虫求情 王叔 那人我们不管 紫月是被他拖下去的 卢南解释着 不落实他的行贿 哪来那人的受贿 做企业 为什么不能 本本分分地做生意 总要铤而走险 为了做大 走捷径 走高压线 结果养了一批 又一批的蛛虫 连带出些不干净 难道女昌 祸害了国家 也祸害了自己 老者说得有些痛心 别的忙我能帮 这种忙我要是帮了 对不起我的良心 转而看着卢南 南南 要是你父亲还在世 他该多痛心 他为了国家付出了多少 可他的后人 在干些什么呀 我的心呼的悬了起来 眼前的这个老人 他说的话 他说话的语气 感情 让我觉得有几分 不真实的陌生 长到这么大 我没见过什么大人物 一如我这般的普通百姓 爱国这个词 与我而言 就是客己修身 过好自己的生活 便是对社会 最大的贡献了 从来也没有一种高度 要治国平天下的情怀 老者说的那些话 如果只从纸面上看 会觉得像爱国主义教材 显得有些空洞 可是他的吉言利色 他的痛心吉首 又无不表现着 他是由衷说的这些话 我愣住了 思想被拔高得有些缥缈 我能理解老者的不忘忧国 也为我担心的人焦灼着 卢南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他看了看老者 声音有些沉重 王叔 拜托你了 老者目光轻烈地看着他 没有吭声 卢南从椅子上站起来 摇晃着走到老者面前 他此刻的步伐 似乎有些刻意地夸张 比之前的行走 更困难许多 我清楚地看到 老者的目光一透 王叔 我父亲即使活着 又能怎么样呢 我这个样子 除了紫月 又能找谁照顾我的下半生 卢南的声音滴滴的 却满含着七处 我如果能向王田 我也不会开这个口 我在猜着 王田和老者的关系 老者的表情 却忽然变得沉重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概有十几分钟 老者轻叹口气 当年不是为了救田田 你也不会这样 你在我眼里啊 一直很懂事 可是怎么就没有做个贤妻 把丈夫交好呢 卢南 卢南微微低下了头 老者又到 我先打个电话 问问情况 卢南再三现了后 坐了回来 脸上的表情 已经镇定了许多 我心里也微微一松 希望又生疼了一点 老者先是拨了个电话 听着对方的言辞 脸上的表情有些凝重 继而又打了一个 却没说几句 就有些吃惊到 晕倒了 送医院了吗 什么时候的事 哦 知道了 我的眼前呼得一黑 挣扎着听老者 说完电话 他对着卢南说道 你丈夫昨天下午晕倒了 抢救后还在昏迷 情况不算好 我使劲地告诉自己 撑住 别倒下 卢南的脸 变得没有一丝血色 声音有些颤倒 我第一次听到 他的声音有些哭强 什么都不顾的 扑倒跪在老者面前 王叔 求求你了 救救他 我愣住了 卢南 直到这个时候 他真的倒下的时候 你才感觉到心疼了吗 原来你还是会心疼的吗 老者又打了几个电话 表情失而凝重 失而缓和 过了一会儿 对卢南道 我安排过了 先赶紧转院治疗 现在那个医院条件不行 卢南这才缓缓 从地上直起身子 看他动作艰难 我忍不住上前扶了他一把 却是自己也脚下发软 随着他一起 亮枪了一下 卢南将着用力 将我扶着他的胳膊甩出来 我们细微的动作 没能逃过老者的眼睛 他若有所思问了一句 楠楠 冯紫月 是你丈夫吧 我的心猛的一慌 和卢南不约而同的拼命点头 是的 我忙要去扶着卢南 他僵着却没再挣扎 当我挽着那个女人的手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在微微颤抖 我的心忽然又酸又痛 说不出的滋味 老者对卢南说着 他在晕倒前 已经将事情交代了 看来他还是觉悟到了自己的错误 老者的表情缓和了些 卢南的身子 却是抖得更厉害 我像被撕裂一样 紫月 原来你早做了承担一切的准备 都不想着 会有人救你吗 老者有些疲惫的挥挥手 看向卢南的目光很沉重 楠楠 这是我良心范围做的最大帮助 如果他身体恢复了 该接受的审判 他必须接受 你明白吗 卢南艰难地点着头 王叔 你一定找个最好的医生 帮我救他 老者微微寒手 有些悲哀地叹了口气 卢南给我使了个眼色 我扶着他向老者告别出来 走出院子 卢南把我的手睁开 我只悠悠地看着他 他声音微差 冷冷看我 你不用这么怨恨地看着我 是 我如果早帮他 他也许不至于晕倒 可是 他的声音依然清冷 我也没想到 他真的会倒下 这是命 怨不得谁 所有的担心 所有的悲愤 一起攻上我的心头 刚才咬牙坚持地 力气一松 眼前直冒金星 我扶着身边的桥 软软地靠着 说不出话来 卢南看了看我 说了句 他请过好转 我会给你打电话 说完 转身向门口的车走过去 忽然 又转过头来 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事 我用力地点着头 眼泪流了下来 我答应 只要他能转位为安 我没有做不到的 回到怀柔的别墅 院子里的南瓜架 已经被清理得 只剩空空的架子 连残叶都没有剩一片 是啊 该到了飘雪的季节了 看着枯枝的海棠 想着它在树下 用书敲着我头的身影 看着空落的南瓜架 想着它冒雨 遮挡幼苗的身影 看着门前干涸的沟渠 想着它曾与我一起 听水流重重的身影 走进屋里 更是处处揭示 它的气息 它的身影 打开衣柜 满满一柜子 它的衬衣 西装 无不诉说着 它曾经在这里 陪我多少个日夜 我瘫倒在地上 哭得失去知觉 深思恍惚地 抱着手机呆了两天 眼睛一刻不敢离开 生怕错过卢南的消息 直到第三天的晚上 才终于接到了卢南的电话 声音依然轻饿 我今天见到它了 到处线 已经走过了手术 没有生命危险 这才慢慢回复 清醒了吗 我焦急问着 你要过程 卢南悠悠说着 你可以放手了 别忘了你的城堡 留满 别说我失去的房子 我一个月以后要收回来 它能吃东西吗 能看见吗 我自己完全混乱了 将所有能想到的后遗症 逐一问着 却被卢南打断 他还活着 我会找人照顾他 他会渐渐好转 日月以后的 和你还有关系吗 我被他的话 问得噎得说不出话 卢南清冷的声音飘来 别忘了一个月内搬出去 以后你最后消失 否则 爱的是他 再问什么 他都不会做打法 我会搬出去 能不能让我再看他一眼 卢南 求求你 我哀求着他 让我看看他好不好 看不到 我放心不下呀 你答应和他分手的 现在不是最后的机会吗 但现在这样 我自然会好好照顾他 你大哥放心 卢南冷冷挂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 眼泪滂沱 能活着就好 这已经是我 祈求上苍的最大恩赐 别的 我还敢求什么呢 我又给紫月大哥 打了个电话 现在紫月妈妈 还不知道紫月的情况 没敢告诉他 紫月大哥大嫂也还没有机会去看紫月 我再三要求紫月大哥 如果能看到他 一定告诉我他的情况 我的心仿佛一夜疲惫的饭 在烟波浩渺的海上 摇晃着找不到归案 抱着手机 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 睡了醒 醒来接着昏睡 梦里昏昏暗暗 找不到前路 所有的疲累 所有的悲哀 在昏睡中 能不能被忘却一二 如果紫月此刻在昏尘 我能不能也在昏尘中陪着他 让我迷失的魂魄 找到他的 去安慰孤苦的他 第三天 我终于清醒了许多 挣扎着爬起来 到厨房找了几袋牛奶 喝了一点 恢复了些元气 雨嫂在紫月出世时 我已经辞退了 给自己简单弄了点吃的 开始准备找房子搬家 房价和房租 仍在呼呼地上标着 我没有心思一家家地去看 想起了上一户 不知道我那间租出去没 给房东打了个电话 还有监控着 正好省去了我到处找的麻烦 到那间房子去看了看 现在空着的是原来正解那屋 最大朝阳的那一间 原来李燕那间和我那间都住了人 我正要走 忽然李燕那间门开了 我愣住了 走出来的李燕也愣住了 原来兜兜转转 大家都回到了从前 回来了 我和李燕几乎一口同声说着 也都给对方一个无奈的苦笑 这样的结局 也许是最寻常的结局吧 李燕找我聊了一会儿 直到郑姐的老公 终于攒够了房子的首付 在郊区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 一向结衣缩食的正结 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和陈翘还有联系吗 我问着李燕 他结婚了 李燕欺然笑笑 他们单位福利不错 还有批房子 低价卖给职工了 五环内 居然才五千多一平米 真是天上掉馅饼 我欣然一笑 陈翘的学历能力 本就不会太差 只不过他需要时间 他拥有的 也只能是普通的风衣足食 而李燕想要的是不平凡 你后悔吗 我问着李燕 李燕没有回答 目光却有些茫然 他手上的天珠 已不知何时摘了下去 最后问起房东价格的时候 房东包给我的价格 却高得有些离谱 犹豫了很久 我还是决定放弃了 在京郊的一个地方 租了一间 价格自然便宜了很多 终究时已是亿了 从怀柔那栋江南别墅 搬出来的时候 我被撕扯到 有几分鲜血淋漓 那里是我这一生 最幸福最快乐的 承载之地 我室的床上 他搂着我讲故事的温情默默 梳妆台前 他为我梳头的低眉沉淫 书房桌袍 他沉笔书写 均心我心 不负相思的坚定深情 客厅沙发上 他为我拨针子的勾直浅笑 惨作策畔 他轻植我手的寒情柠檬 所有的回忆 一点点凌迟着 我破碎不堪的心 书桌上 装彩球的瓶子 几乎要满了 他原来已陪过 我这么多似水的流年 我把彩球倒出 将水擦干 装到袋子里细细收起 他精心为我 挑过的润肤露 他为我买的衣服包包 我们那个 没来得及看世界一眼的 宝宝的泰迪熊 百家一 他收集的我的所有物件 我都统统收走吧 否则 等待他们的命运 也是扔到垃圾箱 我拿了一件紫月 最常穿的蓝色小格子衬衣 上面是我洗干净的 灶粉味道 我装到了箱子里 带着所有的记忆 我终于将这份沉重的爱 带到了我的出租屋 走的那天 天灰蒙蒙的 偶尔飘着一边雪花 那个天气 我的膝盖开始隐隐作痛 酸痛的 每走一步 都亮腔难行 我才意识到 那晚的常规 终究还是给我带来了永恒的记忆 只是 我不决后悔 第九十一集 加周一番外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 紫月大哥那边终于传来了消息 他见到了紫月 在一个部队内部的医院里 紫月清醒了 却脑出血有些后遗症 左侧胳膊以下没有了知觉 走路困难 而且 伴有短暂性的失忆 看着人 想半天才会想起是谁 以前的事情 模模糊糊的记忆 偶尔糊涂起来 什么人也不认识 什么事也想不起来 我的脑子轰的一下 声音颤抖着问紫月大哥 有人照顾他吗 有个护工很尽心 卢南也会每天去看 医生说他需要时间回复 紫月大哥犹豫了下 陈生对我说 小薇 紫月的后半辈子 说不准会是什么样子 但看样子没法回到以前了 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了 我木染挂了电话 心里却像荒草疯长一样发狂 老天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连我们能唯一珍藏的记忆 都要这么残忍地剥夺 我彻底被击碎了 生若求不得 死无爱别离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父母已经同我断裂 我爱的人 已经忘了我 我麻木地从门口的小店 买了把锋利的刀片 这种事情 我不是第一次做 有经验了 这次应该不会那么疼了吧 含泪给爸爸打了电话 还是不接 给妈妈打着电话 却意外地关机 连道别都变得艰难了呢 我将后事交代了 我的目的地址 都写作了邮件发给爱云 也能有个朋友 料理我的后事 给爱云拨了电话 几乎要撑不住 难道这个世界 我竟然找不到 一个可以告别的人吗 终于 爱云接了电话 有些担忧地问着 你会 你还好吧 爱云 我竭力忍着声音的颤抖 平静到 我很好 我可能要出去走走 我给你发了封邮件 你有时间去看看吧 什么事啊 还要发邮件 谁谁逗逗呢 爱云松口气 出去逗逗气也好 人们都穿 风子云服饰了 他们公司 北京负责人也换人了 我知道 这件事我不好问你 我不管别的 你只要好好的就行 好 我忍着泪 爱云 你自己要保重 性子不要太急 遇到事情 先想想再去做 不要冲动 爱云打断我 小卫 你说什么呢 你能语气不断 你不是犯傻了吧 我慌忙 我慌忙 爱云 没事我挂了 等等 爱云大声吼着 听我再说一句话 既然就一句 我准备挂断电话的手停下了 赵小卫 你的爸妈 可就你一个闺女 你要是有事 他们怎么活 再一句 冯子月还没死呢 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让你这么不对劲 但我告诉你 你要是先走了 下辈子 你比他头胎嫂 你跟他还是没法在一起 爱云急得口不择言 几乎想起什么说什么 我却被他最后一句 激得待在了原地 我连死都不能死啊 如果我先走了 下辈子 是不是还要这么 君生我未生的纠结 还是 根本就无法相遇 这两种 我哪种都不想要啊 我木然地挂了电话 手边的刀片 失去了刚才的锋利 而爱云看了邮件后 直接打电话问我在哪里 开车过来陪着我 我围在爱云怀里 和他讲了子月的病情 却没讲其他 我深思游离问着他 我是不是错了 才会遭这样的报应 冯子月 他忘了我呀 你别急 又不是演电视 说忘就能忘个一干二净 他现在只是迷糊着 慢慢恢复 会好的 他年纪也不大 没准过个几年 就全好了呢 爱云宽慰着我 会有那么一天吗 我问得有些无力 会 爱云答得很肯定 不管你和他的感情 到底对不对 起码你们是真的相爱 真的相爱 可有了一系列的框框 最真振 最本能的爱 没有功力 没有世俗的爱 怎么就变得处处碰壁 最无可赦了呢 还落得这样的结局 我不懂 浑浑噩噩的 过了三个月 春节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没有回家 父母 总有一天会原谅我吧 期间又给紫月大哥 打过几次电话 知道紫月的情况 再一点点的好转 走路逐渐恢复 胳膊渐渐有了知觉 只是记忆恢复的有些慢 还是糊涂的时候多 他还记得我吗 我忍不住问着 他很少说话 我也不知道 紫月大哥叹口气 他能知道吃饭喝水 也是最近的事 人站在他跟前 都不一定地认得出 哪还记得谁 我妈他都没问过 我捂着嘴 眼泪流出 说不出话了 又是人间四月天 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已经落实了罪名 做了奸下求 紫月的行贿及非法经营 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只是由于身体原因 晚期两年 在我的再三请求下 紫月的大哥用手机 给我发了一张 紫月的禁照 戒拜的病房里 紫月在床上坐着 依旧是轻受坚毅的轮廓 卢南和小悠在他身边 紫月的表情有些茫然 卢南是侧脸 线条比我见过的几次 都柔和不少 小悠笑得很开心 这是结局吗 这是上天给我们所有人的公平审判吗 我和紫月的感情 也许本就不该发生 一番巅峰富雨 最终化归平静 我选择了爱的不顾一切 最终被爱遗忘 紫月选择了权力功名 最终为权力所累 卢南选择了满心仇恨 最终被仇恨 耽误了救治自己的丈夫 每个人 都得到了上天最公平的审判 以前的那个圈子 总有好事的人 给我打电话 询问紫月的近况 我换了手机 除了爱云 我的父母 紫月大哥 我谁都没有在家 还有紫月的号码 尽管我知道 那个号码 我也许永远都打不通了 所有的过往都散了吧 只留世间隐约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我找到了新的工作 在鹅黄柳绿中 将自己碎裂的心 逐渐拼接 北京的天空 不会因谁而变化 而我 能与紫月在同一方蓝天下 呼吸着同一天空的气息 也许触碰不到 却已知足 年朵微笑的花 看一番人世变化 斗头来 输赢又何妨 日与月互消长 富与贵 难久长 谁不是把悲喜在场 恩怨难计算 昨日非今日该忘 当人间温暖回春的时候 海棠在战 桃花煮水 我时常翻出钱包里 那张我随身带着的十一个字 君心我心 不负相思 逢紫月 我的心 会如春风拂柳般的宁静 想起那天下午 她与我细选 我的心 不免一哀 时至今日 紫月 我不知道你还能否记得我 你的世界 也许也不会再有我 但是我们的过往 我们的点地 我不要随着年花老去 也许你的记忆 已经飞过望川 而我的记忆 却仍在尘世游荡 于是 在春山暖日 和风桃花 香气浓的一个午后 我打开电脑 回忆着我们 从相识的点地 叙述着 我们的每个美眼深情 每个指手瞬间 这些记忆 在我们踏过奈何桥的时候 那晚梦婆套 怎能忘怀呢 下个三生石畔 我要努力和你一起飞荡 不要再有几十年的距离 文安初心意故人 用文章 来安定我们最初的心 我意志你 你呢 年幼的我很懵懂 除了自己的爸爸 不像别人家的爸爸 能每晚回家住 有些奇怪 自己的妈妈 又比别人的妈妈 多了很多眼泪之外 没有什么不同 爸爸是爱我的 会俯着我的头 给我买很多的玩具 妈妈更是爱我的 会搂着我 一起等爸爸 直到那个下午 满地的血 映入我的眼帘 所有的幸福美好 一瞬间碎开 我知道了自己家的幸福 与别人家的幸福 终究是不一样的 别人家的是迎着春天开的花 而我家的是英素 是禁止种植的毒品 随时有着被人连根拔起的危险 沉默伴随我过了三年 直到初中 外婆再也带不动我了 我被爸爸接到了她的家里 这个家很豪华 有个很温柔的妈妈 还有个哥哥 爸爸说 从此我们是一家人了 可是真的是一家人吗 妈妈会骂哥哥 却不会骂我 妈妈会消耗苹果 喂到哥哥嘴里 却只会递到我的手里 妈妈会为了哥哥读书 天天陪她 坐在房间里看着她 却只会对我说 尽力就好 终究 她不是我的妈妈 在这个家里 我学会了隐忍 学会了谦让 我想处处做得比哥哥好 只为不给我的妈妈丢脸 因为 我的妈妈 已经输给了周川的妈妈 我经常会觉得孤独 彬彬有礼地面对每一个人 包括父母 所有人 只看到我沉稳的一面 却不曾看到 我在夜里独坐的情景 直到遇到了她 一个温婉细腻的女孩子 从国外回来 第一天晚上见到了她 一个很明显 不适于这个圈子的女孩子 静静地坐在那儿 开始以为 她是徐硕的女朋友 后来看徐硕玩得开心 也没和她聊天 才知道是误会了 一个和我一样 不会娇气的女孩 连蹲杯酒 却和大家认识人时的 意识都没有 和国外见到的那些 open的女孩 还真不一样 晚会是哥哥张罗的 我也算半个东道主 不去寒暄两句 终归不好意思 她却是直白的问题 一个接着一个 问得我 面红耳赤 还嬉戏直笑 我反而不好意思走了 一走倒向我生气了 只是她好像有心事 一杯一杯地喝着 喝醉了 拉着我的胳膊 滴滴地叫着一个名字 冯紫月 也许是以前见过的女孩 都挺开朗 包括国外的那个女朋友 也就是我的初恋 她们喊别人的名字 喊我的名字 没有喊得这么柔情 又卑微的 我很好奇 这个冯紫月是谁 能让她这么念着 她喝多了 还不肯放开我的手 少气就说 让她睡在这里 我好奇地问了问 冯紫月是谁 答案 就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又是个走错路的傻姑娘 第二天 送她回家 一路上琢磨着 趁着这两天有时间 把自己一直想逛的景点 去逛逛 随口问了问她 愿不愿意同行 竟然同意了 游游同行 快哉 事实证明 这个同行的人 还真没选错 她懂一点 兴趣浓得很 难得遇上志同道合的 我也滔滔不绝起来 说到吃吻 我有点走神 她却聪明地语出 也有手足情深的 这个姑娘 话虽然不多 读人心思还挺厉害 让你觉得 她对你的一举一动 一个眼神 一个心思 都会在意 心里有种 被人重视的感觉 挺舒服的 可是看着柔弱的她 说起盗版来 倒言辞犀利了不少 似乎很有感触 把我顶得说不出话来 看着她那副 气横横的样子 还真是挺有意思 她不在乎你什么身份 开的路火 还是坐的地铁 在乎你就揣摩 你的细微言行 可挠起你来 也刺得够疼 是个真心情 开开心心的一天 刚送她回去 就接到她求救的电话 我今晚赶回去 看着她在秋风里 颤抖的样子 我忍不住 就把她带回了 我的住处 只相处了一天的女孩 就让她住在我家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少奇提议 让她在我的公司工作 我知道她有自己的小心思 要盯着周川 可与我也正中下怀 助力来个和脾气的 总比招个陌生人强 她也找地方搬走了 我和几个新认识的朋友 打了一下午的壁球 晚上回去 家里被收拾得很干净 我第一次觉得 这个家有个家的味道 坐到书桌前 忽然发现妈妈的照片不见了 我的手心出了层薄汗 着急地在抽屉里翻了半天 还是没找到 该死 这个蠢丫头不会给我扔了吧 忽然在电脑后面看到了 我梳了一口气 拿到前面 正琢磨着 怎么好好的放那么远 一扭头 看到了落地的大玻璃窗 心中明了 她是怕晒得褪色 我心中有种说不上的滋味 像是被什么挠拨了似的痒痒 忍不住给她发了条短信 等了很久还是没回 我拿着手机睡着了 上班竟然是她一早的迟到 一天的恍惚 我本来不在乎 可看到她把咖啡都泼到我的手上 我坐不住了 送她回家 她竟然住在那个冯紫月的家里 我第一次心里疙瘩 晚上和周川少奇一起吃饭 闷闷不乐的我 旁敲侧击 和周川打听着冯紫月 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周川却一脸玩味 那个是圈里的能人 坐得大 路子广 作风怎么样 我打听着 你问女人 周川笑得更厉害了 我都没见过他身边女人重样的 周川的话 让我心里更不痛快 不由地给那个呆呆的姑娘担心起来 这种人 怎么能对她好呢 她知道冯紫月这么花吗 我是不是 该提醒提醒她 看着她 正想着怎么开口 她的一杯铁观音 让我的心 腾得跳了起来 多久没有的感觉 让这个不爱说话 静静的女孩打动了 她的细心 会让和她相处的人 如梦春风 可看到她手上的伤 她还在掩饰 我有些愤怒 冯紫月 你就是这么照顾 这个女孩的吗 一件件的事情 一次次的流泪 大白天 在我车里睡觉做梦 都打着寒颤 我终于看明白了 她并不幸福 连骑马的快乐都没有 我倒好奇了 这个冯紫月是何方神圣 放着那么多 不重样的女人不去折磨 要折磨她 终于见到她了 老谋深算 就是第一印象 一脸的阴沉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怎么能快乐 没见到她时还好 见到了更为小薇不值 这个没温度的男人 早该离她远点 看着小薇 被她牵着走出房间 一脸色缩 我的心思思腾起来 攥紧了拳头 周川冷声提醒我 和你的助理保持点距离 这尊大佛怎么惹不起 我就不信了 同样都是做生意 她能怎么样 大不了就是代理权嘛 张萌的事儿 让我对人生无常 不免感慨 一个冲动 给朋友打了电话 知道她那里有正宗的天珠 希望能给我的朋友 带来好运 我真的只是拿她当朋友吗 我自己也糊涂了 送她天珠的时候 看到她手上的淤青 我彻底处理愤怒了 这是个男人吗 她怎么舍得 对这么柔弱的女孩动手 她走出办公室 我却待了很久 怎么才能把她拯救出来 我决定以后的商务活动 多带她 也许那个世界的成就感 能让她转移注意力 或者能教她一些自强的办法 第一次是去考察保定的酒场 本来我还担心条件差 女孩子受不了 她却毫不在意 说着 就是垃圾堆 你走得进去 我就陪得进去 怎么能让人心不暖 看着没有落脚地的车间 她眉头都眉皱地跟我下去 看她裂起了一下 我赶忙伸出手去 她的手很软 没有骨头的感觉 我心里的暖意 呼得就疼了起来 第二次是跑贷款 面对官二代的顾婷婷 努力了半天 还是她冰冷的官方回答 幸好有她的支持 疾风的两句 你也是新贵 可别不知足 把我方才的沮丧一扫而空 是我拯救她 还是她在温暖支撑我 周川明里案例 提醒过我很多次 赶紧把那个姑奶奶弄走 惹麻烦 说一次 我就争一次 她是我这个公司 唯一能完全信任的人 甚至是我在北京 能信任的人 为什么要为了 那些无关的人 把她弄走 每个星辰密布的夜晚 变得不再孤独 因为会期待 第二天黎明的到来 期待再见她的早晨 我是爱上她了吗 我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但是 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当看到她为了帮少奇 把手弄得鲜血淋淋的时候 我终于听见了自己心疼的声音 而看着她干呕 我的头更是轰得就大了 直到她告诉我没有怀孕的时候 我竟然高兴得 几乎要行鱼色了 给她放了几天大假 我却失魂落魄起来 我终于确定 自己的心里早有了她 可这个时候 给她打电话不合适 我倒没什么 会给她添麻烦 憋了两天 终于想出个借口 就算被冯子月知道了 也说得过去 见到了还是瘦弱的她 抑制住自己的情感 握住了她的手 她总是能让人很失控 随着她的目光 我看到路上有人在拍照片 她说是些街拍客 我却不以为然 这种地方有什么值得拍的 什么人会对我和她 下这种功夫 对我不至于 那就是对她 冯子月的那些 不重样的女人 搞得花招吧 尽管是个误会 但是想着冯子月 如果知道我喜欢小飞 心里竟隐隐有些激动 她的这个休假 让我心神不宁 终于来上班了 竟然还拿着 顾婷婷的票打去我 心里有点不痛快 小飞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对你的心思 你还不知道吗 快到她的生日了 我精心准备起来 少奇提醒我 她肯定有冯总给她张罗 我只淡淡一笑 她有她的心思 我是我的关怀 谁说我没资格 关心我喜欢的人 被少奇一说 我有些坐不住了 能不能趁着这天 我鲁猛一次 对她表白 可是看到她在楼下 像雨燕清拙似的 对冯子月含情默默 我明白了那个人 在她心里的位置 既然这样 我还是别吓着她了 涌动的血液 又平息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周川负责的一个 部队研究所的项目 让我去和负责人接洽一下 可等了半天 却说那个项目 还是等周川来了再谈 我有些纳闷 有些懊恼 却在拿出手机时 发现这个大楼里 信号却是屏蔽的 我一个机灵 赶紧走出去 给小薇打电话 听到她恍惚的声音 我竟然第一次 步子有些不稳 给办公室打了电话 知道是周川 让她给何经理送文件 周川搭了两次何经理 又看上周阳 是很多人传的事 何经理对公司的人 一直没有好脸色 再加上孔令仪 小薇会遭遇些什么 真不知道周川在搞什么 飞快地开车去接她 看她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已经明了 孔令仪又刺激她了 一如初次见面 她就把自己比成隐夫人 第一次听她哭得那么 撕心裂肺 她不是个会情绪失控的人 总是淡淡一笑 把所有不快压抑起来 这么爆发 我是第一回见 她心里得有多难受 我心疼得厉害 冯紫月竟然摇摆不定 给不了她婚姻 连善待她都做不到 又是何苦呢 我的肩膀 随时能给她 归航的港湾 我从没有过得认真 对她表白了我的真情 我希望她能接受 我一直认为 我和她才是合适的 我们能给彼此家庭 能给彼此温暖 她拒绝了 我并不着急 给她时间 她会明白的 她的柔弱 该有个温和的人懂她 而不是粗暴的摧残 牛角牡丹 等待她的日子 是我最忐忑的时光 可是 最终看到她憔悴的 不堪人形的样子 我投降了 如果 我真的给她带来 这么大的困扰 和我的初衷 到南辕北辙了 我刚决定放手 还不到一个小时 她就晕倒了 医生的答案 和我一直担心的一致 她终于被 那个冷血的男人 折磨到抑郁了 我真想把她晃醒 这个世界上好男人 不止只有冯紫月一个 为什么你的眼里 就看不到呢 可是这次 我绝不会放手 继续这样 也许 我妈妈的结局 就是她的前路 我不允许 绝不能发生 就算 她在酒场上 为冯紫月摔得狼狈不堪 就算 她让周川的酒 变成了碎片 就算 她一次次地拒绝 我会等 也许老天 真的听到了我的祷告 她搬回去了 那天晚上 我高兴地找朋友 喝得酩酊大醉 这条跑道上 也许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只要坚持 我相信 会有今时为开的一天 当她终于 浮在我的肩头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我把她抱得很紧 小辈 有我陪着你看 细水长流的日子 我会用温暖呵护着你 春节回家 家里的宴会 一天赶一天 而宴会上的主角 总是各色的美女 我算看出来了 这是在帮我相亲呢 妈妈问我 觉得谁不错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 我有心上人了 她的一切都很平凡 可我和她很合适 妈妈虽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却是一个很合格的母亲 我和她讲了小薇的过往 她很惊讶 却没有反对 告诉我 要抓住自己喜欢的 春节的长假有些漫长 那个丫头在做什么 思虑再三 我决定去拜访她的家人 她和顺的性格 如果得到她家人的支持 我们的路 或许会走得更顺一些 她的家人 和我预期的一样温暖 在她的家里 我反而找到了 久违的归属感 没有任何疏离 向着两位老人 我郑重地承诺 我会把小薇照顾好 到了北京 妈妈忍不住 先来看了小薇 父亲听到风声 终于也来了 她的反应 比我想象的还激烈 可我最不能理解的 就是她的激烈 最不能轻视小薇的 就是她 她对小薇的否定 等于否定了我的母亲 我第一次激烈地和她说话 结果我已经想过了 最坏离开家族的公司 我赌的 是她对母亲的不忍 我赢了 当她的资金 开始大量注入 我的经销处时 倒是这场家世风云 带给我的意外之喜 我赢了事业 得到了家人 却始终走不进她的心 我一次次地告诉自己 别着急 给她一点时间 她需要时间 把自己的内心清空 我才能完全走进去 当她送我手套的时候 看着她温婉的笑容 我紧紧地牵住她柔弱无骨的手 我以为自己已经迈进了一大步 可是徐硕的订婚宴 让我的心再次被较凉 无需多言 她和冯紫月见面时的目光的痴缠 已经说明了一切 她从来不会那么看我 一双眸子里 不知道含着多少东西 我的心被扎得很疼 带她到怀柔的红罗寺 她也喜欢文化古迹的 在彼此都喜欢的场景 是不是能找到惺惺相惜的感觉呢 可是面对着同心锁的时候 她的逃避 我明白了 她的那扇心门 从来没有为我打开过 又怎么能结上同心锁呢 我没有勇气经常找她了 我怕看见她若有所思的目光 她的那种神情 我知道她在想谁 我不是个容易冲动的人 却几乎要发狂 西郊的宴会 得知冯紫月 在五环初口追尾的事故 她连大衣都顾不得穿 就跑出去 那一瞬间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我像发疯一样的去攀岩 我心中有块大石头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发泄 当我摔下去的时候 我竟然有一种轻松 身体的疼痛 远比精神让人释放 在我住院的时候 她每天尽心地照顾着我 我想骗自己 她其实还是很关心我 可她的小心翼翼地照料 情义切切的目光 让我明白了 她心中的愧疚 远远大于对我的情感 最后赌一把吧 我最爱看的牡丹亭 该由我最爱的女人陪着看 我买了一枚戒指 想问她一个问题 看过这场千古绝唱 她心里会是谁 如果是我 我会用这枚戒指套牢她 用一生的时光 让她的目光 转到我的身上来 穿越六百年的爱情故事 我看得有些紧张 甚至有些心不在焉 爱是什么 就像我身边的这个女人 让人情不自禁 想和她一起 看日出 便游山水 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看牡丹亭的时候 想的是谁 她的答案里 依然没有我 我可以死心了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我把衣兜里的那枚戒指 扔了出去 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有凡天覆地的去找 居然找到了 我若有所思 这是不是上天的指示 还有机会 周川和少奇搞的阴谋 最终让我无言 在面对我心爱的人 好在那场闹剧 我看到了她一直不舍的人 还是真正地在乎她 也算是心可甚畏 还是放手吧 让她去找寻她的爱情 到了江南的子公司 生活在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小桥流水里 不知何日能再见旧言 一直没有再去打扰她 一年过后 才辗转知晓了 她和她遭遇的变故 给她打手机过去 已经停机 好在联系到了她的父母 才拿到了她最新的联系号码 一声问候 我的声音颤道 还好吗 得到的 却是她疏离地回答 还好 我只是温声地嘱咐她 照顾好自己 愿意回来的时候 我在这里等你 第九十三集 紫月翻万 又是个头疼不眠的夜 天天在生意场上打滚 白天衣冠整齐 出席各种会议 仪式 那是生意的面子功夫 到了晚上 灯红酒绿 那是生意的李子门道 李子面子 哪个他妈也少不了 少不了 就得玩命 拿酒当水罐少不了 娱乐活动少不了 把玩女人 更少不了 女人是什么 没钱没权的时候 你拿她当祖宗 她都不屑看你一眼 有钱有势的时候 你给她当祖宗 贴过来的大有人在 不过近些年 心情已经平静了不少 也许是月人已多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女人 不过是生意场上的润滑剂 逢场做做戏 带一个随便玩玩 让别人知道 你是同类就够了 有人喜欢白天的严肃 也有人喜欢夜晚的疯狂 与我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白天夜晚 带来成就感 就会充实 日复一日 重复着这些事情 早已成为了习惯 只是夜晚会带来头痛 任何事情想收获 就得付出 不是吗 头痛的结果是上午没法去公司 下午稍微好些 刚下过雨 出去透透气 顺带去趟公司看看 快到公司门口了 没留神路面的坑 没来得及刹车 一片水溅了起来 从后视镜看到路边 有个粉色小西服的女孩遭殃了 不过是寻常事 刚升起的一点歉意 很快从我心头消失了 停好车走进了大厅 向电梯走过去 电梯门在我眼前关上 又得等 门却忽然开了 一个眼睛大大的姑娘 特意把门打开 淡淡地对我笑笑 我走进去 电梯里只有我和她 不由打量了一下 浅粉色的西服 一斗以下和裙子上 一大片泥点乌痕 该死 真是巧到家了 她在五楼下了 她是公司的 我怎么没印象 到了办公室 随口问问秘书 五楼今天有什么活动 答案是招聘的副事 这次招聘的 只是普通职员的岗位 部门经理去就足够了 不用我亲自过去 只是想到那个粉色西服的女孩 有点愧疚 要是因为形象打了折扣 倒是我的不是了 特意去服饰现场看了看 待了两分钟 我问了问人事经理 那个穿粉色西装女孩的名字 跟他说了句还行 就离开了 我的意思他会懂 反正有试用期 我的一句还行 招来的是个骨干吗 怎么整天进来签字的都是他 虽然他说话利索简短 也不用每个都是他签吧 进进出出 看着头都晕 又来了 难道又是个喜欢逛老板办公室的 这世界上的女人 真他妈怪了 来来回回就这些招数 忽然 她一个喷嚏 我眉头一皱 抬头看着她 羞红的脸 目光三分歉意 几分疲惫不堪的眷色 这副样子还来签字 看来不是我想的那样 晚上下班 恰好遇到她 瘦瘦弱弱 喷嚏不住 起初对她的误会 让我有几分歉意 一个冲动决定送她回家 男人送一个加班的女人回家 本来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可她临别前送我的钥匙链 却让这事变得不普通了 一个金属质的淘心链 我冷冷笑了 行啊 你愿意 我怕什么 之后开始刻意和她多聊两句 她顺杆爬得更快 适时的就能在我手划破的时候 送上创可贴 还真够贴心的 我试探着问她 我老不老 顺便告诉她 我有女儿 可她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 笑得开心 说我一点也不老 好 那就继续 不过对这个女人 我不着急上手 我更享受 她有意无意细心体贴的时候 年会的时候 才知道她有个好嗓子 确切地说 不是嗓子好 是歌唱得很动情 很多年没有的冲动 凑热闹和她也唱了一首 心竟然像破壳复苏似的跳了几下 我不禁皱眉 自己是怎么了 不由得去看她 她却根本没看我的意思 眼神和那个子青缠在一起 她怎么和她跑到一起了 难道是我的冷淡把她吓跑了 本来觉得既然这样就算了 可看着她和子青 每天腻歪着 中午还能看到子青带饭 肯定是那姑娘给她做的 心里愤愤起来 像一件本该是自己囊中置物的东西 没留神就落到了别人的口袋 不免懊恼 这份细心凭什么轮到她享受 要换秘书 我头也不太 赵小薇 你不是细心吗 正好干这个 你也只能对我细心 果不出所料 之后从订机票到订餐 日常安排到会议通知 做得细致入微 是个不错的秘书 也让我很享受 兰州之行 酒没怎么喝多 头却痛了 咬命 偏偏这个时候 她又来卖弄她的细心 我带药了 心像被什么挠一样 酒精的作用更加烦躁 我一把揽过她 既然对我有心思 这么装模作样实在是太累 不如索性捅破窗户纸 各取所需 才是我习惯的交易模式 她的身子好软 搂在怀里 好像没有骨头似的 惹得我发狂 怀里的她 还像只小猫一样在挣扎 这种欲迎还剧的戏码 剪得多了 我自顾地吻上她 无法自拔地吻着她 却被她一口咬了下去 酒也清醒了 骂了句有病 跑得无影无踪 够烈的 我扶着额头坐在床上 真喝多了 不过也纳闷 她到底是假清高 还是真烈女 细细想了想 她选择了紫青 又这么决然跑出去 也许是我想多了 回到北京后 她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辞职 也没有换部门 这个工作对她这么重要 还是她压根就是装真结 她表弟的事 不算难办 也就是举手花钱的事 可我很想知道 用这事 能不能压倒 她伪高贵的脊梁 她的底线在哪里 我一步一步地走进她 心里很矛盾 我既渴望得到这个女人 又怕得到这个女人 我此刻才惊奇地发现 我一直对她有种特别的情愫 我以为她和别人是不同的 我的手碰到她的身体 情不自禁地在继续 而她除了满眼的泪水 身体没有反抗 竟然还有反应 我对她失望了 甚至恼火 原来她并没有不同 只不过她那张壳 比别人硬一些 包开来没有任何不同 她的眼泪也不过是伪装 反而让我更厌恶 厌恶 恼火 一起涌上来 我疯狂地折磨她 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为什么 连你也是这个德性 为什么 你还不如那些女人 她们好歹明码标价的交易 你却要用假纯洁的面具 骗得人上了心 又露出真功力的本性 可是自己 竟然像上了瘾一样 对她又厌恶 又憎恨 却又想折磨她 看着她流着眼泪 在我的刺激下欢愉着 我有种抑制不住的疯狂和满足 看着她从流泪到麻木 我以为自己已经征服了她 可她竟然偷偷地找到了工作 要不是对方公司恰好和我认识 我险些让她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样 我又被惹火了 正好那时认识了白副总 却没料到通过她 认识了她的表妹白平 进而认识了那个人 那个是伟大于 有了她 我的生意可以做大倍数 没有时间再和她去较劲 我把心思放到了白副总身上 可是怪了 以前得心应手的事情 现在总是少了兴致 一夜颓然 很早到了办公室 却看到她也在 她在等我 突然冒出的念头 竟然让我不禁一喜 走过去看到她电脑上的照片 心又瞬间跌到了谷底 很好 心里惦记着紫青 那我把她弄走 男人最大的诱惑是事业 给她提个值 她果然已经欣喜余色 问我能不能带个助手 我明白她的意思 可我要是答应让她带个助手 我给她提值是为什么 我顽未看她 你先去安定安定 半年后再说 她愣了一下 以她的聪明 我不信她不明白我的意思 可她居然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怂祸 赵小卫 真他妈瞎了眼 我把手里的笔折断了 半年 这是我最长的记录 以前连半个月都不愿意 女人是种很麻烦的物品 一旦时间长了 会变得难缠 要求会多 欲望会大 会难摆脱 最好就是浅长折脂 玩够就抽身而退 可唯独这个像木头的女人 很难说够或不够 她的心思 似乎从来就没在你身上 半年也许更久 她都不愿意成为那个麻烦 我想知道 用多久能把她从心里征服 她的生日到了 让她挑吃饭的地方 居然带我来了家面馆 不大的扑面 却让我有些遗症 她知道我爱吃面 这个女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觉得这家小面馆的面积 超过了很多大饭店 一碗面的动容 让我仿佛年轻了二十岁似的 忽然想带她去看星星 看着她微笑沉吟的样子 在湖水倒映满天繁星的景致里 我的心 底子疏得软了 我问着自己 这个安静的女人 跟我要求过什么 从来也没有 自己对她的折磨 似乎很无理 那个春节的假期分外的长 实在忍不住 把她叫了回来 看着她对我的笑意 吟吟的样子 我的心 渐渐地沉醉了 和她在一起会很轻松 她的笑很干净 没有任何欲望 很久没有做承诺的我 对着她的笑容 情不自禁地说 我会好好待你 那天看她躺在床上发烧 去翻她的包找病例 却看到了她流产的单子 我完全愤怒了 那是我的孩子 她凭什么一声不吭地就处理了 她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在她眼里 我的孩子就像一个灾难 让她迫不及待地处理掉 我的心第一次疼了 这个女人真狠 可是她哭着质问我 能做孩子的爸爸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对她总是情不自禁 无法自知到 却想错失的问题 可是即使让我知道 理智地讲 我不会留她的孩子 可是为什么这事 由她做出来的时候 我会那么心疼 我不想看见她 狠狠地让自己忙着 直到日历提醒我 和她的半年之约 已经接近美声了 这么快 她为什么也不找我 私自做掉我的孩子 竟然一直沉默着 算了 没时间再和她生气 这种事就是个博弈 鱼香沉得住气的我 面对这位更温如泰山的大师 我外下阵来 带她去海南 第一次买玫瑰送给一个女人 昏昧的仪式灯光 看着她娇妾的样子 我愿意地下身段 让她快乐 这对我来说 甚至是不可思议 紫青要回来 提前和我打了招呼 我没有告诉小薇 我希望紫青知道 我和她的关系 干脆挑明了 让赵小薇重新选一次 我倒不介意 她继续做我的女人 可是现实 还是给了我狠狠的一击 这个女人 原来自始至终 心里 从来就没有过我 她选择了辞职 和紫青一直走 我有愤恨 有不甘 可是我竟然没有忍心 再去勉强那个 心里已经没有我 却能咬牙 和我生活半年的女人 给她点钱去吧 让自己生活好一点 这也是这种事的解决方法 可是第二天早晨 那张卡 静静地躺在门口 我有些争宠 原来 我真的从来没有看懂她 她走了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原来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一种女人 你可以征服她的身体 却征服不了她的心 你可以用钱为她解困 却仍然不能用钱 征服她 只是有点可惜 她走了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生活又恢复了日与夜的交织 不会再有个安静的女人 在屋子里等着 挠着你的心和你斗气 一时还真的不习惯 和她们去会所 一人点了一个带进房间 这种女人 我一般只带进来不会碰 不干净 可这个女人一进来 在灯光下的侧脸 让我顿了一下 和她真相 我做了件别人看起来 很疯狂的事 包娼 不过 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去意大利出差 认识了一个叫孔令仪的女人 很会交际的女人 一个偶然的帮忙 她能找出很多的理由 和你再见面 却不卑不亢 理由找得刚刚好 这种聪明的女人 有退有进 和我的胃口 和我熟悉的老孙打去我 有了孔令仪 还养着闲人 你有钱没地儿花呀 我单笑不语 却不由想起那个甜净如水的女人 她该结婚了吧 孔令仪的能干超出了我的想象 每次带她出去交际 总会有意外之喜 把关系润滑得无孔不入 对佑珍的心 也渐渐淡了 再相似 终归不是她 夜里回去看到的 不是那张 无欲无求的脸 而是满脸的粉气 闲着聊天 也不会浅淡温柔 却是三句不离要东西 可好几次想开口 看着那张脸 仍然说不出去 心情好的时候 去孔令仪那儿不错 虽然拦掉红酒不是我的菜 但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女人 填补你的寂寞没有问题 心情低落的时候 只想去佑珍那儿 灯光昏昧的暗影里 她和小薇真的很像 喜欢抚摸着她的头发 静静坐着 每当看到她那张嘴 我忍不住会皱眉 别说话 她一说话 所有的感觉都不对了 那天给佑珍打电话 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 让我几乎以为在做梦 是她 不会错 这种声音软软糯糯的 肯定是她 佑珍的回答 让我更加确定 她回来了 冥冥之中早有定数 属于自己的 兜兜转转 还是会回来 佑珍跟我说 她要做老孙的情人 我反手狠狠甩了她一巴掌 少打她的主意 没有这个拉皮条的 小薇怎么会认识老孙 不会的 她不是那种女人 我迫不及待地去找她 一别半年多 她更瘦了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竟然已经回来三个多月了 我的火 灯得就起来了 我像个傻瓜似的 守着个像她的女人 她竟然根本就没想过找我 我真想把这个女人揉碎 看看她心里 有我几分的位置 可看到她手腕上的伤 触目惊心 子轻个王八蛋 就是这样对她的吗 很好 你能把她折磨成这样 就彻底滚出我的视线 和她的重逢实在来之不易 一向不信命述的我 这回真是相信了 我要抓住她 绝不能再让她 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 正准备给老孙打电话 跟她说别乱打我女人的主意 老孙的电话倒先进来了 声音细血 老冯 你是不是把北京的女人都玩遍了 找个纯情的妞 又说是你的女人 真的假的 她要是拉大旗做虎皮 我饶不了她 赵小薇 我冷冷问她 要是她 你敢动 我先饶不了你 还真是啊 老孙收起了细血 我从来没有这么严肃地跟她说过话 挂了电话 我的心竟然微微一荡 像什么书展开 她说是我的女人 那我还等什么 赶紧去把她找回来啊 打听到她的住址 我开车冲了过去 可是看着那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我听见自己的心 阵阵发紧 她就住在这儿 她宁愿住在这儿 都不来找我 我心里又是赌 又是火 说不出来 好容易问到她在哪间 走了进去 看见她的样子 从来没有过的心酸 她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一个打撤破的男人 居然也能给她买饭 我赌袋几乎说不出话 一把抱起她 走了出去 我不能允许 她在我眼皮子底下活成这样 我不能允许 我的女人受这种罪 第二次让她跟我 她犹豫了 是因为心里放不下我犹豫吗 我情不自禁地把她拥进怀里 这是我的 进入她的身体 从没有过的激动 快乐的感觉 像浪潮一样 冲着我的大脑 我自己才明白 原来 我这么想她 可是结束后 她第一次开口跟我要钱 像喷冷水 直接浇凉了我的心 我太高估了自己的魅力 还是太高估了她的人格 原来 她是被钱困住了 才答应跟了我 心冷了 挺好 跟所有的女人一样 也他妈市场交易 卖了身 我付钱 可是 我怎么会心这么冷 冷得全身都在发抖 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赵小薇 你真混 同样的是女人 怎么有的女人 能把你的心窝子戳得那么疼 赵小薇 你让我疼了 你知不知道 我疯狂地折磨着她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做 看到她一身瘀青 我更疼 她淡淡地告诉我 钱够了 我才精觉 她要钱做什么 老家的铺子塌了 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嚎啕大哭着 我的心 让她的哭声就得紧紧的 她家境不好 可她要钱 从来就不是为了她自己 为了她表弟 为了她家人 我怎么这么混账 就从来没耐心问问她 出差的飞机上 我第一次为这个女人施神着 对赵小薇 我是一种什么情感 明明知道她不贪慕虚荣 可就是不相信 会有这种淡然的纯净 是不是我的心 已经被尘世吴卓勋得太久 看不清了 我一直想要追寻的美好 如今 上天把这份美好 摆在我的面前 我必须好好珍惜 牢牢抓住 拥着她一起站在窗口 微风吹着 她能嘀嘀地说着 绿树阴浓夏日长 楼台倒影 入池塘的句子 满脸陶醉 带着我的心痒痒的 在平常不过的日子 不用花一分钱 就能做到拥着她闻花香 都能让她觉得这么美 还诗情画意地 让你跟着觉着美 拥她的手更紧了 这个女人 如果她愿意 我再也不想放手了 第一次带她出席老徐的生日 对她 我不想带出来招摇 她是我的 看着别人在她身上 游移的目光 我会不舒服 可老徐这儿来 我要让她接受一种生活方式 改变她原有的固执 没想到 她给了我个意外 出口成章的样子 让一屋子的男人 沉默结舌 好样的 我心里为她叫好 惹麻烦又怎样 我给她摆平 她的表现 给我挺长脸 又真说她怀孕了 我冷笑 我都没碰过她几次 我自己有数 又是做的什么措施 我更清楚 这种花样 在我头上玩 嫩了点 我正准备找人 给她做了那个祸害 却传来了 她已经失足流产的消息 正好省了麻烦 这世上的女人 我以为看清了 却还有看不清的 有的女人想方设法 用孩子拴住你 有的女人 却是梗着脖子 不愿意给你生孩子 有的女人的电话 频频打着让你心烦 有的女人 你找她一夜 她愣是不接 我的心烦到发狂 这女人跑到哪儿去了 却接到保姆的电话 赵小薇收拾东西要走 我的火又一次疼了起来 伤好了 却甩甩尾巴要走了 你拿我当什么 看着她仓皇要走的样子 我发狂了 还是要逃吗 我的心痛得厉害 听着她几乎要说出口的 直到现在 我心里还是没有你 我捂住了她的嘴 我听不下去 我忽然累了 我不知道 还能怎么对一个女人 如果这样 还是没法得到她的心 那就算了吧 分手了 还想回去 那个曾经 拥着她闻花香的屋子 那里有她细心照顾我的点滴 也有她俏皮细细的玩笑语言 我狠狠地吸着烟 看着窗户 却没勇气上去 更没勇气 看那间空落落的屋子 我开始频繁地去孔丁仪那儿 想在咖啡美酒里 找到些许慰藉 可是为什么 这个看着高贵优雅的女人 就是没办法贴心呢 西方的文学艺术 她说得头头是道 比小薇更是学富武车 怎么就是想着那句柔柔的 绿树阴浓夏日长 楼台倒影入池塘 为了那句 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 原来下句是 水晶联洞微波起 满嫁蔷薇一怨香 看着蔷薇两个字 我笑了 这个挠人的女人 这种小心思 总是半遮半眼 怎么除了她 身边再也找不到这种女人了 她在做什么 我很想知道 跟老徐应筹了一晚上 去她家的时候 看到徐硕怀里的女人 天在暗 灯在昏 就是化成灰为人的她 这个女人跟了徐硕吗 第二天 又听老令给我电话 上次你那纯情的小秘书 怎么住周二少家了 我不禁疑惑 她跟了徐硕 还是周二少 打听了一番周易的背景 心中闷得慌 她的选择没错 不管是徐硕还是周易 都能去她 那才是条正路 可自己的心 瞬间荒芜的厉害 我冷笑着问自己 邦紫月 你真没资格得到她吗 忽然收到她的告别短信 握着手机 上面写着几个字 祝你一切顺利 真是 天天堵心 怎么顺利 我匆匆发了两个字 等我 快步走出会场 林秘书在后面提醒我 冯总 待会儿还有个见面仪式 让柯经理待我 我快步走出 头也不回 那个见面仪式 比起我要见的人 不算什么 我一路狂飙到一百八 赵小薇 你别走 当我再次把她 用到怀里的时候 她咬了我一口 手不疼 心疼 小薇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可我真的舍不得你 容我自私一回 陪我一辈子 让我这辈子 还有点美好的光阴 能回忆 到缅甸出差 当地接待房 同我聊起了 盛产的红宝石 我特意让她 带我去看了看 她从不会张口 要什么东西 我送她的项链 从没见她戴过 我想给她挑件礼物 我想在她身上 竖着属于我的东西 挑了三个小时 一条做工精致的手链 映入眼帘 垂着流苏 正好能遮住 她手上的伤 就塌了 看着那串红色 在她腕上闪烁 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活到四十岁 我第一次体会到 男人赚钱做什么 没地儿花很可怜 拿钱做情感交易 更可怜 唯独给自己喜欢的人 哪怕添一件小物件 看着她的伤痕 能被完好的遮掩住 这钱花的最值得 同她在一起 见到了她的朋友 一个心直口快的女孩 替她问着 她在我心里的位置 我在乎她 我如实地说着 是不是爱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在乎她的一举一动 一个巧笑 一声叹息 都能让我琢磨半天 除了她 我没什么耐心 听人说话 可对她 却游不住地细细品味着 有的人 真的能把你的性子 磨得围着她 绕来绕去 她带给我的惊喜 越来越多 她会用三个电影 试探我对她的心思 傻瓜 你不知道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吗 她问我有没有 难忘的女人 如果不难忘 我不会找个 和她相似的女人 填补自己心里的缺憾 只是现在 我终于不必去忘 她会彻夜地等我回来 当我冒着风雪 从郊区的车间 处理现场回来后 看着她几乎恍惚地等待 我被震动了 她写着我的名字 熬到天亮 熬着自己 还是熬着我的心 要心疼死我吗 我给她承诺 只要在北京 我就回来陪她 不要再担心了 我的心里 也只能容得下 一个女人的位置 她给我买衬衣 为我学着做面条 带我去买菜 渐渐让我有了家的温暖 我越来越想回去看到她 在绍兴的日子 古镇小桥 没有大山大川的壮阔 却因为有了她的陪伴 变得温柔浅犬的不同 小小的乌鹏船 柔柔的彩莲曲 苍凉的若叶西 第一次把脑中的烦忧 全都抛下 她的那丝灵动 不论你说什么 都能转眸就理解的透彻 都说有前世今生 那时 倒有种和她认识已久的默契 喝多了酒 总会口渴 这么多年 第一次有人用她的嘴 送了我一口口的水 我的心被暖的几乎要化开 她就像似清泉 一滴滴地渗入你的皮肤 到肌肉 最后到骨头 让你完全割舍不了 我是什么时候彻底爱上她的 就是那时 我确切地告诉自己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要和这个女人一辈子 其他的润滑剂 如果会伤她 我都可以放弃 她的生日 我为我们买了一处 江南园林式的别墅 她会喜欢 那里会盛放我们的幸福快乐 下午 却接到了令仪的电话 赵局那边的单子又有问题 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吩咐李秘书 先去接她回去 带着蛋糕 我去找令仪 到了她家 她提醒着我 赵局跟她说 很久没出去看看了 不如带赵局去国外走一圈 这不算什么大事 我点头同意 随手拿着手边的杂志 有叶折着 打开一看 我的脑子轰的一下 介绍上岛的彩叶上 赫然是周易和赵小薇 拉着手寒情默默的样子 我开始颤抖 这个周易 一直如梗在喉 从老令告诉我小薇在她那住开始 到后来见到她 她的神情 掩饰不住对小薇的蠢蠢欲动 居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我是太相信自己 还是太相信小薇 头忽然很晕 令仪从肾后抱着我 我无力地把她推开 她看着我手里的杂志 娇笑着 这两个人我认识呢 这是周家二少 那个是她的助理 他们好像是男女朋友 我上次去找周川 看到他们很亲密 不过金童玉女很登对 我极力压着心里的火 问她 哪来的杂志 上次去你公司等你 和一个叫王墨的女孩聊了聊 她说这家上岛她也去过 正好认识那两个人 就把杂志跟她要来了 准备下次带给周川看 令仪说着把手伸过来 我心里的火无处发泄 一把把令仪扯过来摔到沙发上 她柔顺地闭上眼睛 我胡乱地吻着 脑子里却全是那张娇怯的脸 一直骗我 玩我 我把火发泄在了令仪身上 可为什么没有一丝快乐 全是痛苦 结束后 令仪递给我一杯红酒 红酒安神 喝完后 我昏昏沉睡 第二天又和令仪 赵菊一起去意大利 上了电脑 看到她的MSN留言 才想起昨晚是她的生日 怒火加上酒精 我沉睡地睡了一晚上 随手给她打了个电话 说要去意大利 没在别的话想跟她说 桌上有一个大信封 没有任何自己 我打开 手忍不住颤抖 赵小薇和周易的各种照片 我的心彻底凉了 和赵菊 令仪去了意大利 令仪急于想把单子做成 问我能不能用些非常规手段 我心知肚明 有些诧异地看着她 这事你自己决定 她自己的身体 愿意付出多少是她的事 对这个女人 我有欣赏 有赞许 有感谢 却从没觉得 她和我有太大的关系 她的事情 我不做主 赵菊满面春风地 答应了单子的事 回去的感谢宴上 意外地出现了赵小薇和周易 看着周易 蓬若无人地照顾着她 我冷笑了 很好 敢明着抢我的人 我用她的朋友威胁 终于把她圈在了我的笼子里 我把周易想收购的酒厂 想尽一切办法抢了过来 可我不开心 我把那些照片 看了一遍又一遍 照片上周易的年轻 让我嫉妒了发狂 我嫉妒周易 不只是年轻 我给不了小薇的东西 她能给 杂志 照片 接着又是一份流产的报告 我找到那家医院 看着盖章的原件 我手抖了 还是不甘心 把医院门口那张照片的 另一个人找来 答案一样让我痛苦 我回到了那间屋子 一个人待着 我忽然很想把她杀了 是她 让我本来止水的心 泛起了波澜 让我爱得 忘乎所以 也是她 把我狠狠地 从云端拽了下来 让我有了万念俱灰的彻骨 我扯着自己的头发 头痛地只想撞墙 赵小薇 我杀了你和你 同归于尽算了 过了很久 终于平息了些 打开庄头柜 想取点安眠药 发现了一些 治疗抑郁的药 她病了 看着开药的日期 是半个多月前 她一直没有药 也不吭声 我不明白 我用尽一切 想去保护她 守着她 怎么最后 就走得渐行渐远 她什么都不吭一声 这么痛苦 我想了很久 从认识她一点一滴 想到现在 如果说 她心里没有我 我不信 那种心心念念的眼神 骗不了人 可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当面问她 问个清楚 她解释不来 可笃听的回答 让我心里安定了不少 我该相信她 不是吗 先放了她 让她治病 剩下的 我来弄清楚 如果连这点 小把戏也拆不了 怎么保护她 她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 气愤不已 也告诉了我 一条重要的消息 她以前做过孕检 我找人调出了 那个结果 果然 她从没有怀孕过 自从出事以来 我一直是关心则乱 如今 静下来想想 其实也不难猜 那个崔晓青 掉去的大华的老总 令仪去年就攻关过了 我办公室上的照片 除了王墨 没人有机会放进来 而报告 我找了关系问了问 这种改动 没有上头的压力 是改不了的 我心里有数了 我开了王墨 和令仪提出分手 她的眼泪 无法令我动容 她的不择手段 她对小薇的那些手脚 早已在我和她之间 画上了一道 深深的鸿沟 在我身上 用手段的女人 我不会容忍 不管是谁 当身边浮华 终于散尽 我想要的女人 在徐硕的订婚宴上 却以周易的 女朋友的身份出现了 我看着她 痛得说不出话 问她一句 你好吗 她说好 可她的眼神骗不了我 她问我好不好 我没有回答 只是快步走开 没有你的日子 我会好吗 当周易裹着她离开的时候 我喝得一塌糊涂 西郊的宴会 我提前问了主人家 周易去不去 告诉我会 我不想去看他们 相依相伴的身影 可是不去 我连见她的机会都没有 越到目的地 心越乱 一个不留神 追北了 停下车处理好 我靠在车上吸着烟 我还是想去 哪怕就去看她一眼 一辆车 在我眼前戛然而止 她穿着裙子 眼泪婆娑地 站在了我的面前 一股暖流 从头到脚 看着她 我淡淡地笑了 小北 你的心里 从来就没有放下我 一场闹剧 我的女人 回到了我的身边 就这样吧 以后 不再猜疑 不再背弃 我会用我的一生 保护你 爱你 生命的钉字路口 让我认清了自己的心 也认清了你的心 我很感谢老天 让我单薄的情感人生 能遇到一个 值得我豁出命 也能为我豁出命的女人 老家谷庙前的杏花 开得正式繁茂 一身杏花语的小微 眉目寒情 写着 爱物别离 我抬手系上树梢 拥着我的爱人 今生 已然知足 只要我活着 我们不会别离 即使我死了 三生十盼 我会等你 跟我一起轮回 小微 等着我 好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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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